大家好 安吉拉坐在那个大枕头上面在那玩 安吉拉用她裙子给她盖起来 盖枕头呢 刚才 我老婆不高兴了 刚才我老婆给我二舅子 打电话两个人吵了一架 因为我丈母娘啊 就是不舒服 然后跟我儿舅子说 今天我丈母娘去他们家 然后我老婆就质问我 儿舅哥说 你去你们家你到底做什么了 然后你出去干什么了 然后就是她说她出去有事情 然后我老婆说 她说现在妈妈身体不好 然后就是 看 难受的 身体不好让她过来 带去医院 她不来 她不管她不问 因为上一次 因为上一次我丈母娘就是身体不好 然后就是我老婆 还有我大舅哥 他们两个人就是去年的时候了 春节之前 然后就是我老婆拿了一部分钱 然后我大舅哥拿了一部分钱 我二舅哥不拿 然后现在我老婆让我二舅哥过来 她又不来 她说 她说她不管她也不问 然后我丈母娘 我跟她说让她去医院 她又不去 我老婆也说让她去医院 她也不去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丈母娘身体就是肚子痛的受不了 看 刚才又吐 然后浑身痒 肚子痛 没有精神 很含急了 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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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什么都吃 哎呀 这个呀 那个 要拿一本书 有很多人都说 让安吉拉学习那个课程 买书什么东西 买的书不够安吉拉撕的 安吉拉全部都把它撕了 这一本书安吉拉已经撕了十几页了 他也不会不学 一岁多吗 毕竟 我这个呀 这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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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舅哥打了电话 我大舅哥说问到底什么情况 问我丈母娘 不行啊 不要掉下来了 难受的翻来覆去 让他去医院 他不去 我二岁哥不管不问 我大舅哥 想管 来不了 天黑了 现在已经是 十一点了 刚刚我老婆 刚刚我老婆一直只顾了照顾我丈母娘了 安吉拉也不睡 安吉拉的水杯扔到那个下面去了 怎么了 然后那下面我老婆是 就是做好饭 然后一直没吃 我老婆害怕那个 那个饮料 安吉拉看到了 直接藏到后面去了 我丈母娘现在也好了 刚刚我丈母娘睡了 睡了几个小时 三个多小时吧 睡了三个多小时 然后就好了 他这个是 已经有很多次 有很多次 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过年之前 安吉拉不要抓他的脚 不要抓他的脚 过年之前 我丈母娘就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就是痛的 浑身痒 和这次是差不多的 你看他 安吉拉把他的脚拿上去 他又拿下来 安吉拉不要抓他 不要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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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丈母娘 现在精神也不太好 虽然已经好了 但是精神不太好 我老婆说 安吉拉 喝水 你不要抓他的 不要抓他的那个盘子 安吉拉 看着他吃那个米饭 然后安吉拉又不吃 那里面有辣椒 看 安吉拉 你不要抓他的脚 你的手怎么总是抓他的脚呢 安吉拉不想让他吃 我丈母娘 他最疼爱的儿子 然后我老婆 打电话让他儿子来 他儿子不来 不管不问 直接说在你们家 那你们去负责 然后我老婆说 你过来 你过来 然后就是 帮我们 帮他抬上车 或者到医院去 那让我儿子哥就不过来 就不来 来都不来 原本今天 今天 然后就是 我丈母娘 回来的时候 就是说 跟我儿子哥说 等天快黑的时候 你来接你儿子 然后 然后就是 我老婆打过电话之后 说我丈母娘 身体不舒服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儿子哥 儿子都不接了 都不来了 如果不跟他说 如果不跟他说 我丈母娘就是身体不好 或者怎么回事 他会过来把他儿子 接走 然后顺便在我们家 再顺一顿饭 现在来都不来 然后我大舅哥打电话 我说赶紧送去医院 到时候花多少钱 然后让我们和他说一下 结果我丈母娘不让去 我说叫一个车 就是把我丈母娘抬到那个车上面 然后我丈母娘就说不用 一会儿就好了 那一会儿痛了 然后在地上躺着 翻来覆去的 上一次 也是这样子 这一次忍过来了 他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 能忍就忍 他们就是这样子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